明镜要报 为香港的暴徒护航 这篇文章警告说 让有毒软件为所欲为 是对中国人民情感的背叛 随着中国试图遏制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 官方媒体越来越多的抨击外国公司 指责他们为抗议活动提供了支持 本周休斯敦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 在推特上写道 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 之后NBA面临着中国公众的愤怒和围剿 在北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表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 是一次爱国主义集中的教育 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 会见了巴基斯坦的总理伊姆兰汉的时候 就表示说 近日中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国庆典礼 这是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 近14亿中国人民人心空前的凝聚 爱国热情空前的高涨 更加坚定了我们排除一切困难 险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立足世界民族之灵的信心和决心 这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目前的 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赞扬 川普说 NBA讨好中国 确不尊重自己的国家 川普总统星期三的时候批评NBA 所谓的讨好中国 尽管他拒绝对该体育联盟 与北京的争端表达立场 根据CNBC的报道说 川普对记者表示说 他们必须解决自己的情况 NBA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看到荆州勇士队的主教练 史蒂夫克尔和安东尼奥马次队的主教练 以及其他的一些人跟中国没来演去 但是到了我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不尊重美国 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 在推特上表示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之后 本周NBA试图控制其庞大的 中国市场的经济损失 尽管中国的组织和企业 断绝了与NBA的关系 但批评家们表示 NBA没有充分地捍卫莫雷的言论 把金钱放在了人权之上 NBA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地回应 CNBC对总统讲话的置评请求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若川普放松关税威胁 中国有限协议没问题 请看报道 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表示 中国仍然与美国达成部分贸易协议 持开放态度 这表明北京方面正致力于限制贸易战 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损害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周四开始前往华盛顿进行谈判的代表们 对达成一项广泛的协议 以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并不乐观 这位官员说 只要川普总统不再加征关税 中国就会接受有限的协议 这位官员还说 作为回报 北京将提供非核心问题的让步 例如购买农产品 而不会在核心利益上让步 它会提供更多细节 过去 中国曾向美国政府提出购买大宗商品的计划 以及其他旨在安抚川普的短期姿态 结果遭到了拒绝 并被加征关税 以寻求达成更广泛的协议 会谈之前 尚不清楚美国总统是否因疲软的经济和弹劾调查 带来的国内压力 而希望取得胜利 该消息重燃了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希望 美国和欧洲股市上涨 国债下滑 另外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了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话说 中国提出 将每年购买美国大豆的数量从目前的2000万吨增加到3000万吨 这是中国贸易战开始前的购买水平 就在新一轮贸易谈判举行的前几天 白宫宣布将28家中国公安级公司列入黑名单 原因是这些公司涉嫌参与了新疆地区的压迫行为 此外 白宫还对与大规模拘留穆斯林有关的中国官员实施了签证禁令 与此同时 一条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推文引发了中国和NBA之间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 这表明两国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 前中国商务部官员霍建国说 随着双方都表达了良好姿态和积极信号 即将来到的贸易谈判可能会有重大突破 他还说 美国最近的黑名单和制裁只是一种惯用策略 目的是证明其在贸易谈判中具有多种工具 也符合川普最大压力政策 这对于我们来说不足为奇 我们不应该太当真 西方品牌好尴尬 姚明真能为NBA拆局吗 美国NBA休斯东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发表支持香港示威的言论 触怒了中国官方和民众 美国媒体报道指NBA火箭队这一次的风波 凸显了中国与美国净逐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的同时 西方国家的知名企业以及品牌的处境左右为难 要解决与中国之间的僵局 NBA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姚明的身上 根据台湾媒体中时电子报引述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就说 NBA成为最新一家在敏感议题上 触怒中国大陆而面临批评的美国商业组织 凸显了中国有望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下 西方品牌身处两难的境地 市场销售顾问商研究与政策经理诺里斯就表示说 旺豪酒店时装品牌GAP过去在中国大陆遭遇形象风波的经验 就显示这些公司迅速的盗窃之后 公众愤怒与直接商业影响通常都较为短暂 但事件对品牌的损害却是持久的 他担忧 休斯东火箭队已经永远的失去了 一直以来在中国球迷心目当中的地位 而这一次的风波就算迅速的淡化 日后可能难以寻找符合中国政治标准的形象代言人物 未来在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上将会困难重重 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以市场规模的吸引力 对NBA施压 但NBA在全球体育市场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 它也许可以比其他的美国企业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来应对北京当局的压力 另外美林社则报道说 姚明身为前休斯顿火箭队的球星 也曾进入篮球名人堂 现在是中国篮球的主席 也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他有机会成为NBA与中国大陆修补关系的契机 NBA的总裁肖华希望尽快地与姚明对话 希望能够找到与中国大陆和解的办法 但是他不确定姚明是否会接受NBA目前运作的方式 高呼香港自由 七六人队的主场球迷挺香港遭到了驱逐 美国NBA篮球队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 墨雷早前于推特发帖称香港反送中的运动 引发了中方不满 因而掀起了抵制NBA的风波 目前还正在蔓延 NBA球队费城七六人队星期二也就是10月8号的晚上 主场于广州龙诗队的一场友谊赛当中 有球迷与妻子就举起了自由香港的标语 其后二人被球场的保安以不谈政治为由驱逐出场 NBA七六人队与中国男子篮球队广州龙诗队星期二晚上在费城的富国银行中心进行了友谊赛 当时33岁的球迷珊姆沃克斯与妻子正好坐在了广州龙诗队的后备席的正后方 赛事进行的过程当中 他们举起了自由香港的荧光绿的标语 二人身着黑色的衣服 其中沃克斯穿上了印有白字自由香港的黑色T恤 并且戴上了口罩 沃克斯称开球之后不久 有保安见到标语就对他们说不谈政治 当他们反问保安时 保安称不想难做 然后就拿走了他们的标语 球赛第二阶的时候 沃克斯从座位站了起来 高喊着自由香港 随后他们被驱逐出场 据了解33岁的沃克斯是土生土长的费城人 之前他曾经到香港旅居了两年 当天他身着印有香港自由自养的衣服进入了球馆 根据费城七六人队主场 富国银行中心的官网的公告表示说 在球场当中出现的标语 除了必须有良好的形象之外 也必须符合该球场的一些规定 不过富国银行中心管理部门仍然可以依据判断来随时做出一些规则上的改变 并无需事先的通知 至于NBA仅有规定在标语或者衣服上不得有淫秽或者不雅的字样 但是未提及政治言论 停播NBA中国球迷要退款 腾讯或陷入财政困境 在言论自由争论加深的背景之下 腾讯因为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挺香港抗争风波而终止了对NBA赛事的转播 一些中国球迷要求腾讯退还他们的订阅费用 此举可能导致这家科技巨头陷入财务危机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腾讯控股于7月底 采与NBA续约了独家的转播权 中国这个市场估计有5亿的粉丝 现在由于莫雷引发的越来越激烈的争端使得腾讯成为了牺牲品 腾讯在上周末暂停了有关火箭队的比赛的播出 随后在星期二NBA总裁萧华支持言论自由的表态之后 又停止了NBA整个季前赛的转播 腾讯说订阅火箭队比赛的用户可以切换到其他NBA球队的转播 也可以申请退款 现在退款已经成为了网上热门的话题 星期三在微博社交平台上面浏览量超过300万 一些用户就声称他们已经收到了20元到260元不等的自动退款 这取决于他们订阅的套餐 腾讯拒绝就退款发表评论 休斯东火箭队2002年在选拔中国球员姚明之后 成为了中国最受欢迎的NBA球队 姚明成为了明星 并且帮助NBA在中国建立了球迷队伍 根据一份NBA的声明 腾讯在7月将其与NBA的合作伙伴关系延长至了2024到2025赛季 这笔交易的价值没有透露 但中国体育新闻门户网站蓝雄体育报道 这笔交易价值约15亿美元 腾讯7月份的时候曾经表示 上个赛季有近5亿人在腾讯视频平台观看了NBA的比赛 这个数字是2014到2015赛季的三倍 腾讯并不是唯一一家与NBA切割的公司 星期一 中国的智能手机制造商Weaver 还有中国的央视 以及运动服装制造商安踏公司 都停止了与NBA的合作 经济学人说香港之乱让新加坡闷声发大财 不管你从何种角度来看香港目前的情况 正义的抗议还是肆意的暴乱 世上有一个地方去因此而闷声发大财 经济学人说这个地方就是亚洲的另外一个以华人人口为主 同样是金融商贸以及航运中心的新加坡 根据法广引述经济学人杂志的话就表示说 两个地方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是举做生意为例 两个地方都有同样的轻商政策 政府条例简明有效也具有清廉的文官系统 在这个方面根据世界银行对一百九这个国家的评分 新加坡名列第二而香港排在第四 两者都以法治而绝无仅有的街头暴力而自豪 但经济学人指出过去四个月发生的一切 已经对香港的声誉留下了凹痕 很多商部因为示威而需要提早的关门或者是因为地铁停开而全日的关门 街头的混战催泪弹以及对门店的捣乱 有些时候香港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报道指已有迹象证明港人开始把钱转移以及改动他们的行程 高盛八月份的时候的分析就发现 港币银行存款已经出现了净流出而兑换成新加坡币 分析估计有三十到四十亿美元的存款已经从香港流入了新加坡 香港的富人跟中国大陆一样 新加坡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报道指出他们喜欢在新加坡投资地产 这些投资有时可以被视为一个通风孔 从2017年开始大陆的买家已经在新加坡购置了一千个私人住宅 尽管该国向外国的地产投资附加百分之二十的离印税 但报道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从一个中心转移到另外一个中心的长期性的金融结构活动的搬家 香港的金融业已经受到了大陆城市如上海和深圳以及其他国家 如新加坡 悉尼以及东京的富被受敌 新加坡在资产管理服务方面早已领先于香港 2018年年底的计算 新加坡的资产管理有3.4万亿美元 而香港则有3.1万亿美元 报道指出 尤其是对中国的超级富豪而言 香港跟大陆的距离有点过于亲近而显得不太放心 令人对香港担忧的是 就是它会在其他的金融活动方面失去优势 包括投资银行以及证券买卖 港交所决定放弃收购轮交所 反映了香港失去巩固本身地位的契机 如果目前的问题持续下去 中港关系将注入永久性的毒药 香港面临的危机 将远远的大过新加坡 从中的愚人得利 经济学人又指出 香港和新加坡长期以来 各有一个相互匹敌的政治模式 简单而言 新加坡是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国家 香港是一个自由的专制制度 前者政府由一个自由的选举产生 但严苛的法律却限制了人民的自由 包括上街示威 后者的行政长官 却由一个几百人的机构选出来 立法会只是由部分选举产生 因而弱不经风 但人民却拥有言论和集会的传统 今年7月的一项民调就显示 有75%的新加坡人同情香港的示威者 很多新加坡人都认为 香港的领导人未能有效地制止这场抗争的浪潮 有些人则认为经济问题才是根本的因素 例如高昂的房价 经济学人指出 这些的确是香港人不满的原因 但港人同样不满 被困在一个多年以来 都只允许一个生命的政治体制 而且恰恰也是有些新加坡人的同样感受 尽管他们活在一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 小留学生自导自演绑架案 勒索父母近100万被捕 多伦多郊区的万锦市的警方 拘捕了一名16岁的中国留学生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说 多伦多约克地区的警方星期二就表示说 他们在9月27号的午夜时分 前往了一幢民宅 被告知那里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报案者当时向警方出示了一个视频 显示一个16岁的中国男留学生 被黑布绑住了眼睛 并且捆绑着 这段视频已经通过了社交媒体 发送给了这位留学生的父母 以索取100万家元的赎金 在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的凌晨1点30分 警察在附近的一个餐馆里面找到了这个留学生 警方说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个留学生 自己导演了自己绑架自己的案件 以骗取父母的钱财 警方表示这一自导自演的一个绑架案 导致了警方出动了大量的警力 这是犯罪的行为 警方指控这名留学生扰乱公众罪 根据加拿大少年犯罪法 加拿大的警方目前不能公布 这个小留学生的具体的姓名 嗨 遍布世界的明镜网友们 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明镜而言是不寻常的一语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亲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资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 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枕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节目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笔记装记 连点今天是主题手带 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修衔服装 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 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一半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路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温馨投赞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太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 明镜舞台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互相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 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 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 报答最珍贵的您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9日星期三 我是明镜电视特约记者岳哥 今天继续关注墨雷的推特门 索要外国公民的主权道歉 中国不介意NBA的走与流 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 10月5日在东京发出声援香港民主运动的推文 引来轩然大波 最新的消息就是 上海市体育总会在当地时间10月9日下午发文表示 鉴于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不当言论和NBA总裁萧华的不当表态 原定9日晚在上海举行的2019NBA球迷之夜活动取消 而稍早前的10月8日 中国大陆央视人民日报等央媒已经发表文章 为整起事件定调 那就是任何挑战中国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 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央视在声明中还特别强调 停止对中国赛或者说是季前赛的转播 就目前情况来说 莫雷推特门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 有中国大陆网友就用这样的话 一条推特举国声讨 对持续的声势进行概括 在这场舆论战里 央媒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来自中央社的消息就指 莫雷发推后 中共官媒由外围地方型官媒先发动批判攻势 央视人民日报等一线官媒 在于8日发表文章 为整起事件冠上 中国的原则不容侵犯的定调 在舆论氛围形成后 中国民众在网络上对NBA的批判 可谓排山倒海 与批判香港反送中相较 毫不逊色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 那就是包括人民日报央视在内的央媒 以及中国大陆主管宣传的决策者们 看上去并没有想到肖华会在日本做出 听上去很客气 实际上又很坚定的支持莫雷言论自由的表态 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时间线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肖华支持莫雷言论自由表达的消息 其实在北京时间10月7日晚上8点多 就已经公之于众 而到了10月8日下午4点多 距离肖华在日本的表态 已经过去了20个小时 央视的声明才姗姗来迟 不过此时的调门已经非常高了 那就是莫雷和肖华的问题 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 这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 下手也非常狠 暂停季前赛的转播安排 排查一切合作交流 整整20个小时 央视才拿出一个放大炮的终极版本的声明 合理的猜想是相关方面一直在做沟通 而中国方面显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于是宣传部门的决策者 做出了最决绝的拍板 即便是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微妙时刻 他们也不惜对NBA痛下杀手 以表达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 当然因触动中国敏感民族主义神经 或在香港台湾议题上 因为所谓的政治不正确 而遭大陆民众 相关机构和媒体抵制的国际品牌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最近的例子就发生在10月7日 美国珠宝食品公司蒂芙尼一张由中国名模孙飞飞拍摄手遮单眼的广告照片 就遭到中国消费者指控认为是在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 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蒂芙尼已经将照片从推特账号里删除 蒂芙尼的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强调 这张广告照片是在香港反送中抗争爆发前的5月份拍摄的 所以绝对没有表达任何政治声明的意图 而基本是在同一时间 台湾红牛就推出了被认为是在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广告 当自由遇上权威 所有勇气让我们无惧无畏 即使路上不顺遂 服从的技巧永远学不会 有消息指这则广告让大陆民众情绪激动 抵制红牛的愤怒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时间在望前8月间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就因为北京当局不满 该公司员工在反送中运动里过度活跃 而遭到中国大陆媒体的重炮攻击 时任董事局主席史乐山原先坚称 无法控制员工思想 但在北京方面威胁将公司列入黑名单后 国泰航空立场转变 史乐山上一个月也被迫下台 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近几周陆续又有国泰航空员工表示 需要删除自己的社群媒体账号 以免同事告密 国泰航空已宣布开除数名 涉入反送中抗争的员工 中央社的综合报道还显示 因为北京的施压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际航空公司 包括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公司 在官网将台湾改成中国台湾或中华台北 而国际饭店品牌万豪在中国的官网 去年也遭到了北京当局关闭一周 公司也被迫公开道歉 原因就是会员调查问卷 把台湾、西藏、香港和澳门分别独立列为国家 从而激怒了坚决拥护一个中国原则的消费者和普通民众 而因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而被迫道歉的 还有8月引爆了T恤之乱的 几凡西、扣驰和凡赛斯等知名时尚品牌 在他们发售的T恤上 台湾和香港都被列为国家 而时间再早一点 在2018年的5月 美国零售服饰品牌盖普 就因为所销售的T恤身上 中国地图未纳入台湾 也遭坚决捍卫领土完整的中国网友和消费者的抵制 而除了无法接受被分裂 中国爱国人士也不容许自己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各类情感被伤害 触犯此类禁忌的就包括 4月间在宣传影片中引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坦克人意向的德国相机品牌莱卡 以及2018年在公司自己的社交平台页面 援引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言论的德国汽车工业巨头奔驰 这两家公司都有示弱和退让的表现 莱卡就表示 影片未经公司许可发布 且已经限制影片的分享功能 而奔驰则为伤害中国人民的情感进行了公开道歉 在简单的回溯之后 再回到莫雷的推特门 就可以发现莫雷的一条非常简短的推特所引发的纷争 较之以往显得更加的微微大观 中国已经惊涛骇浪 而美国那边乡也很难说平心静气 政治人物已经纷纷发声 要求NBA必须遵循美国的价值 综合媒体的报道 目前在民主党总统初选声势领先的参议员沃伦 就在10月8日发出推文表示 中国正利用市场的势力来压制言论自由 以及对北京的诸多的批评的声音 但是NBA却为了荷包 为了市场利益 背弃自身原则与美国价值 沃伦就呼吁 我们需要发声支持那些为了权力而在抗争的人们 稍早前 多位参众议员也透过推特发言 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 卢比奥就在推文中表示 NBA联盟显然为了取悦中共当局 而把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当作了牺牲品 他批评这种做法令人恶心 而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 则透过委员会党团发表声明 谴责中国针对火箭队的报复性行为 麦考尔就特别针对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10月6日发出的声明 进行了批评 在谈到中领馆所谓的 要求火箭队做出澄清纠正错误 并采取切实措施 消除恶劣影响这一说法时 麦考尔就强调 利用领事馆攻击美国公民 只因为美国公民行使 宪法保障的权利 这种做法对我们的价值是一大侮辱 麦考尔还说 中共再次展现他 愿意利用任何中国政府机构 对美国企业施加政治压力 我们不能像如此明目张胆的胁迫屈服 麦考尔还强调 美国全体人民都必须捍卫资深权力 才能够继续自由的表达立场 不需要畏惧遭到报复或者是恫吓 麦考尔的批评非常的严厉 中共进行全方位动员 指挥官员 操弄媒体 裹挟名义 威胁利用个体工作的公司 对一个美国公民 在中国大陆之外的言行 进行追踪 责难和打压 这种罕见做法 无疑是对中国长臂影响危害性的 最生动和最深刻的诠释 以上就是明镜电视 对莫雷推特门事件的追踪报导 我是明镜电视 特约记者岳哥 期待您的评论 感谢您的订阅 明镜新闻台 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 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欢迎订阅明镜新闻台